今年上季實力 孫芸芸 腳踏大紅色高跟鞋 有台灣第一名媛身分 孫芸芸力挺好友 代言平嫁女鞋奏上生產台 腳上女鞋平民化 名牌上衣不減歸氣 而名媛界的且規則 是否就以名牌定義呢 其實名媛這個稱號是大家給的 我一直都說我就是一個媽媽 對啊 跟一個就是一個太太 要看人 不能說他就是全身用名牌 就是代表他的身分象徵 跟孫芸出席同賞合的 還有名媛楊秀榮 但談起名媛身分 他們相對低調 但事實上 經常有藝人跟名人爆料 名媛界有真假名媛 各家家各著有什麼事情 每個人心裡面藏的全部 是關不住的秘密 上流界關不住的秘密 觀影不只唱出來 還出書爆料 上節目談 上流感其實是一種菌 它可以是好菌 會激勵人上鏡 也可以是壞菌 好菌會劇暗喻真假名媛 名人藝人再一一破解名媛密碼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第一社交名媛 將成雲成上節目高談擴論 買名牌表花650萬不修軟 李宗睿前女友Joyce賴慕真 靠上節目曝光裝富佳女 還有跟明星交往的連媒血 之後都被外界一一質疑 名媛真實身分 能夠有節目讓她上 她是不計任何酬勞的 甚至於一點點的車馬費 她都願意 而且她來的時候其實自己 包括全身的型頭打扮 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這些東西是拿來都是很好的東西 然後全身的珠寶什麼 然後每天會換包包也會換 當然就是說這些東西 是不是去租來的 還是有人家送她的 或是真真假假她混在一起 事前肯花錢投資 叫明媛真面目 還是容易被看破手腳 但有假變真的也大有人在 很多的這些活動裡面 其實各種各種的明媛 小團體其實很多很多的 那其實你排擠我 我就到另外一個團體去 那其實大家跑來跑去 也沒有說真的說 我就不讓你在這邊生存 因為畢竟你還有別的地方可以生存 然後他們最大的目的 也是希望說能夠有認識 有錢的小開也好 或說有錢的企業界的老闆 渴望進入上流社會 明媛圈成了最佳跳板 也難怪假假真真重製 讓人難以分清